印国政府刚宣布禁止中国科技巨头华为 印度首富就准备在印度蓬勃发展的互联网领域掀起狂澜 竟然瞄准国际5G市场 据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7月15号 印度首富安巴尼·穆克什 同时也是印度最大私营公司信石公司的董事长 在股东大会上表示 他旗下的电信合资企业正在设计 并开发出完整的5G解决方案 该解决方案预计将在明年进行实体部署 这也意味着该公司成为了第一家拥有5G能力的印度电信公司 安巴尼的信石公司拥有印度第一移动通信运营商和其他的数字业务 涵盖了手机、电子商务、数字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 但这位印度首富的野心不只成为印度第一运营商 还想成为全球科技巨头 他计划先在印度部署这套5G技术和解决方案 随后作为供应商向全球电信运营商提供服务 不过尽管印度对于5G技术信息满满 但想要正式迈进5G时代还是有不小的困难 印度5G面临的最大难关就是贫谱太贵 与中国不同 印度的5G贫谱是每兆贺49亿卢比 如果要买100兆贺的贫谱就需要近4900亿卢比 对于运营商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印度的5G商用计划很有可能因此而破产 另一方面因为频繁断网 印度的电信业已经负债7.5万亿卢比 印度目前尚未拍卖任何5G贫谱 其拍卖计划至少要推迟到2021年 因为该国电信行业的大多数现有参与者 正在和糟糕的经济环境作斗争 今年3月 安巴尼的子公司曾寻求莫迪政府的许可 允许使用其技术和设计来进行5G实验 不过印度媒体表示 印度宣布将中国排除在5G技术之外 这也意味着 印度拒绝了世界上最先进的5G技术 这一决定十分不明智 将给印度发展5G技术增添不少困难 今年1月 越南的一家电信公司 同样宣布用6个月的时间 就成功研发出了5G商用技术 但市场上却始终质疑声不断 印度是否和越南一样 宣布成功之后就杳无音讯 这个还需要时间观察 但从目前的情况看 想推动印度5G走向世界 仍然不是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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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